《书法》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化艺术 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历史 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的进行追溯 探讨 再研究 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书法到底有多少种类呢 现在我在这里介绍的是 传书 密书 凯书 行书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四种字体里面 就凯书的笔画是包含着点行数撇纳折飘钩 这些中国的汉字的笔画 它的一笔一画一刀一刺都比较严谨 比较显出功力出来 而且字体比较清晰 特别是青少年 要继续修法的链接呢 最好是从凯书 右手 那么多半年 到最后我们看了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这是很短的 点击 mooi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唉 没错 是